字幕志愿者 李居明大师 回客室 李居明大师 回客室 师傅 你好 你好 林义 你好 上一集说到2022年 香港也好 整个世界也好 都会恩恩向荣 占入街景 不如我们今天就开始说第七个字 对了 第七个字我给大家一个 由于我们在大元空里 知道了原来这个九运的九指尼火 飞到南边 飞到南边就叫正神方 正神方的对加叫灵神方 灵就是灵的灵 灵神方的意思就是那个方位见水大方法 什么叫正水大方法呢 即是北边如果是水 那你就怕了 即是等于你家里面 你要用指南针 即是开始 林义 就在你家里面的大厅 找出正北方 在北方摆盘水 那你就认了九运就是灵神水 那即是说 如果你家里面的北方摆盘水 是湖来的 或者是温泉 都是使你二十年里面 是比较容易赚钱 第二样东西就是说 无论你出生在哪里 都要记住 假如你出生在香港 举例 香港以北就是你的灵神方 那就是说 如果你在港岛的 那你去赚钱的方位 就可能是要去北角 或者是九龙 就是北边 是 那如果你本身在九龙区出生 那你就要留意 这个上水 古洞 和元朗这三个地方 或者九龙塘 就是属于新界的 即是以南的地方 即是以南 整个九龙区 整个九龙区的北边就是九龙塘 整个新界的北边就是上水 古洞 和元朗 那如果整个北边 就是指大湾区的 所以换句说 九龙 大家都猜到 大湾区一定 就是发展得最蓬勃 所以如果我们说 2022年的时间 任人年那一年 是大陆和香港的关系 那一年是开始全面康复 那就是说 2022年 就是北上这个大湾区 或者大湾区 2022年 就是非常非常蓬勃 那就是说 如果现在的地价 在这个大湾区是多少钱呢 在2022年的大湾区 就值钱到不得了 那这个就是给大家投资 那为什么香港在2022年 就会整个大湾区 和香港是引发这个 生产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 港主要大潮 在2022年 是成为了一个 最繁忙的枢楼 那所以造成了香港 回到大湾区也很方便 大湾区的人 下来香港也很方便 那所以 在2022年 就全部康复了 那所以造成了北面 就是整个大湾区的旺盛 好了 那整个中国的北面 就是北京了 那就是说 再北就是苏联了 俄罗斯 俄罗斯 就会开始走经济效益了 北韩呢 是的 北韩和俄罗斯 一直来都不是很喜欢做生意的 是的 他们经济一样的 那就是说 这两个地方 都会设立经济特区了 那而 你是懂得说这个韩文 那一路下来 你都在南韩生活的 那就是说 在未来20年 你就要留意 北韩可能会变焦了 突然间 在他的国家里面 一个地方出来 是变成了一个经济特区 那于是你又可以进去发展 那等于台湾一样 北面就是台北 那就是说 整个台湾的命脈 在20年 就会去了台北 所以台北的发展越来越大 就开始会扩张 那这个地方 同样 美国的北面 就是紐约和波士顿 那再北就是加拿大 所以在未来20年 加拿大的经济发展 是会有一个长足的发展 那也就是说 全世界在英国的北面 都会有很多新的商业活动 会进行 那这个也是因为 凌晨坊在北面 而造成的 所以大家记住 逢称叫北的地方 包括了北角 是的 在未来20年 应该有经济环境就好了 哇 师傅 我们捱出过春天 新鲜坊在北角 新鲜坊在北角 即是未来20年 也会有大方向 我们已经租了10年了 现在租了10年才有科法 那就是 除非继续租下去 所以北方是未来20年 是赚钱的大方向 也就是加加户户 在未来20年 北面如果是一个厕所洗手间 而里面有一个浴缸的说话 那应该就是最好的风水 所以经济不要乱打走它 照说师傅这样说的话 其实一直以来 我们的认知 在沿河里面 都是北正南商的 那如果未来20年 即是那九运 那个经济 去了北面的话 会不会整个池场 都会有所的改动 池场的改动 林介你很聪明 即是说 就知道原来北面 会开经济特区 会有经济 但从另一个角度 有一样东西又好笑 就是代表一路下来 北方喜欢搞政治的东西 政治变成可以赚钱 那就是说 另外一样东西 就是说 从政都是变成了一种相机 相机 那会不会更加多人 喜欢搞政治呢 这个都可能是 未来20年 有可能性的发生 不过呢 我的感觉 就是应该 未来的人 越来越明白一样东西 就是 生活的风筝 都永远是排第一 那这样东西 就是我在2022年之后 所看到的世运 所以这两年 可能都还未能发生到 这种境界 但是2022年 应该 是整个世界都是以商业 为他们的主体 所以我是倾向于 搞政治的人都商业化 或者都是 喜欢做回生意 放弃政治 多过是那些政治人 通过政治去赚钱 而是行这个云 那现在当然你说搞政治 会不会有很多政治的献金 或者很多政治的黑金 而使得某些人 是得到政财偏财呢 那这个就是现在 目前我们看到的 但是在九运里面 我相信 就是应该不是指这件事 是应该指 从政的 都是转成是 从商的 所以这个就是凌晨方的效应 那 好了 我们就说到第七个字 的北字 那我想说到八字 好 那八字 第八个字 我就是用了一个 中字来描写 这个中 其实就是指 中女的意思 因为 是的 因为这个 九运里面 向到南面 就是叫中女 那林记 你笑得这么开心 是 因为我很关心这个话题 是 本人就是中女 所以我也觉得你现在越来越漂亮 多谢师傅 是的 大家都同意 林记 越来越神彩飞扬 多谢 因为事实中女的意思 就是指超过41岁 到65岁的女性 65岁都是中女 是 因为现在呢 普遍的女性是88岁的受员 是长了的 人类 特别是香港 为什么他们的寿命长了呢 其实 我一定要跟大家说 就是因为 现在目前世界的医疗科技 是提升了 没错 就是以前没有照抢的 以前没有通波仔的 以前是没有整容的 所以造成了人很容易会衰老 或者很容易会病 会死 但是西医 有一件事是很聪明的 就是他们的科技是在进步 也就是人越来越长命 现在说香港平均都88岁 没错 其实来着这个九运 是给大家一个好消息 是超过90岁 超过90岁 就是说 因为科技成功了 每个都可以 有燃命的功能 所以造成中女 是去到65岁 很开心 所以林记你有份 而中女行是代表着 二家姐 我也是 你又是二家姐 我也是 就是二家姐是中女 肯定是九运 林记也行 由于中女当令 一个人当令有一个特色 特别是神彩飞羊 神彩飞羊的意思是特别漂亮 特别漂亮 所以造成了很多叫什么 就是很多青年人去追你 因为你都不老 造成了很多叫什么 子弟恋 哦 也就是说 女性而从政 就是女性的领袖也多了 因为你41到65 应该是最聪明的人 黄金的认分 是的 所以未来的议会里面 我想那些议员一看上去 全部都是女人 全世界都是 不是女性 女性 中女 叫做中女 或者叫做女仔 那时候 叫做女仔 所以41到65岁的女性 不单止做议员 我想总统 总理 都一大堆 都拭目以待 所以这个就是中子 中女的中 是 那九运的最后一个字 就是黎字 这个黎字的渊源 在于 因为九指黎火的黎字 就是应黎字 即是如果你叫黎 叫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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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黎 姓李 就是我们有份 那都是代表着会行运的 Lily Lily人都行不行? 很行 都行 所以全部的黎 叫黎就行 走家 我们只有一家黎院 那就黎 是吧 上市公司如果有个黎字 那你就现在买定 如果有个黎字 那些就行 如果你姓李 叫黎就行 所以九运是黎 和黎字 是的 黎又是代表整容 所以九运是一个整容的二十年 脱蜜 龙鼻 就是鼻龙膏 挺鼻 鼻龙膏 就是令到所有的人都四十一岁好了 而这个位置套下去 首先冲妈 山根 是的 套下去 妈先忙父亲 所以托高了 你妈长命了 对了 因为我们说 我医疗好了 女性平均寿命 八十八岁到九十岁 是不是等于妈妈长命了 妈妈长命了 因为子女个个都隆功了鼻 所以九运呢 每个都整容 每个都脱蜜 脱蜜 脱蜜 脓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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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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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蜜得更漂亮 没有以前的脱蜜 安全 是的 没错 每个都好 沉静了 越沉静了 越沉静了 就开始什么呢 就开始每个人不认得对方 为什么 因为变了样子 所以我告诉你 我六十几岁的人 以前人游说 我又弄什么弄路 以前我不理他 那六十几了 还弄什么 现在可能说 不是医疗好了 每个人都九十几岁 可能再三十几年 可能要弄下 所以可能将来 你会看到李居明的样子 都不是这样 已经很英俊了 所以这个就是狗人的特色 所以从今天开始 你留意了 如果你的子女鼻子很凹的说话 生根不够挺 快点去弄 弄高了之后怎么办 妈妈会长命一点 所以这一集 所有妈妈要留意 如果你的子女 那个生根的位置 林奇山根是哪个位置 这里 如果是很凹下去的说话 你差不多要研究 叫孩子要托高那个鼻 至于手术是怎样的 那你就去问有关手术的人 研究一下 我都知道都不能告诉你 因为我们是述数节目 好了 这一集就完全讲完 我们的九个字了 那就是火、空、眼、心、电、屋、北、中和例子 那只要你拿着这九个字做人 未来二十年 就是你的天下了 那就是那个人 我们不能政府 到什么地方 我们政府认为 这下一个人 就不懂吗 那我们不懂